字幕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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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裏有這麼一種 訪問做老闆的計劃嗎 知道啊 知道嗎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新拍的 覺得怎樣 OK啊 很好 因為可以讓 多些機會 會變成新人 我覺得很好 令年輕人有機會試試自己做老闆 去Dewater 其實很好 我現在逢星期就搞了一個 叫做伙計做老闆計劃 計劃來講很簡單 他們做老闆 我們出租金 他們代了多少 他們呢 他們只出自己的食材 搞電費就行了 最主要都是因為 其實我們真的很難 其實我們連平時都不想上班 所以呢 就等他們學會 可以自己開店 自己搞了所有事情 那我們兩個就不想上班 其實這條數是 我們心裡有數的了 其實應該 應該賺得上薪 對 第一個星期我們都說 賺底的 就是補貼一下 幸好他又賺得上薪 老闆跟你提議 叫你做老闆 你第一個感覺是怎樣的呢 第一個反應是 不錯這個計劃 可以給員工試一下 星期六做老闆的節省 後來回去之後 就發覺其實 一字眼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可能老闆不在 還輕鬆了一點 那就OK的 代語是 計算數是比平常 多於一字五的 對 因為計算生意顏 我們扣成本 就多於一字五的收入 剛才你說做老闆是有樂趣的 樂趣是什麼 樂趣就是 最主要是 誘因是 譬如你計算成本 越低 譬如你計算得越準 你收入越大 最大的興趣就是 這個計劃如果繼續下去 你會不會繼續想做老闆呢 都會的 但你願不願意做一天老闆呢 嘗試一下生態 好 真的都穩定獎族 但是 叫一下叫一下就試一下 剛才你說 其實一個很大的動力是什麼 我可以賺一下 給老闆 你賺的錢 是滿意的呢 你 都OK的 都是堅職的數目 由他們第一個星期 賺到他們的薪金 勉強 到第四個星期 都已經回到10 都很厲害 每人應該賺過四位數字